然后我们的内窥镜系统开箱的话是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需要第一步连接我们的白屏和帽 白屏和帽的话是这样直接这样附上去的 然后我们是一个可以转动的设计 OK然后我们现在先连接一下我们的这个8WB的这个镜子 电子镜 然后我们是直接这样插上去对准这个孔 然后直接这样插上去 OK 然后我们开机 开机的话是先这个按一下这个我们的总开关 按一下然后等待大概五秒钟 听到一个声音 OK 然后听到声音的同时呢 屏幕上会有一个彩条 彩条显示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我们的这个video的这个功能按键 长按 大概三秒钟 然后灯亮 灯亮然后图像就有了 然后我们图像有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light这个键 长按一下 灯就显示出来了 然后我就可以看一下图像了 看图像的之前呢 我们建议用户啊就是做一下我们的白平衡 白平衡的话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把这个内窥镜伸到这个白平衡帽里面去 白平衡帽伸到这个大概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大概三分之一的这一个位置 然后伸进去 伸进去 然后保持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wb的white balance的一个按键 然后也是长按 然后等待屏幕上出现balance的这样一个提示 那我们的白平衡就做完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这个操作了 OK 然后我们再这个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65B的这条镜子 再看一下 然后关 呃我们如果要把这个内窥镜从组织上拿下来的话 我们先要关掉这个视频 关掉视频也是一样的流程就是长按 然后我们这边是变回彩条图像 然后我们再把内窥镜拔下来 好 拔下来之后呢 我们连接我们这个65的这条镜子 一样的流程 是这样插进去 OK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我们的这个video的这个按键 等待它的这个几秒钟 看一下图像 OK 然后我们同时 呃如果更换了一条内窥镜的话 我们也建议啊 就是再做一下我们这个白平衡 然后WB也是按长按一下 等待这个balance的这个提示 然后就可以看图像了 OK 那我们现在来再切换一下我们的这个纤维镜的这个系统 纤维镜我们这台机器还带一个纤维镜的摄像系统 那在切换之前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我们软性内窥镜的这个摄像系统就是关闭 可以 然后呢 再把我们的内窥镜拔下来 再把我们纤维内窥镜的这个导光插头插到我们的这个里面去 这个光源里面去 OK 然后再把我们的摄像机这个接头插到我们这边的一个小空里面 红点对准红点然后插下去 OK 然后插上去之后呢 然后我们这边的呃提前当然我们这边要准备好我们的摄像系统卡口 卡上我们的这个纤维镜 OK 卡上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个切换一下我们这边的系统了 我们这个呃 这边的一个功能按键 然后这个功能按键的功能就是 呃 把我们的这个视频输出的这个系统从我们的软性内窥镜切到我们的OTV的摄像系统 然后我们OTV的摄像系统的输出的这个信号呢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面的这条 呃 AV的信号线输出到我们的这个这个间隙 然后同样呢我们的纤维镜连接上我们的内窥镜之后呢也需要做一个白平衡 也是放到这个白平衡帽里面去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这个WB的这个按键 OK 那纤维镜的这个OTV摄像系统的WB按键呢是短按的 上面这一排全部都是短按不需要长按的 然后我们这个只需要呃 我们这边呃面板上的机器的功能按键呢需要长按的也就是video以及WB这边的WB是需要长按的其他都是短按的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纤维镜的这个OTV的图像了 ok然后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我们机器后面板的这个图像的输出 我们机器后面板是有比较丰富的图像输出 然后我们我们这边是一个AV1的这个信号输出 我们是AV1输出的信号是我们的呃 OTV的这个摄像系统的这个输出信号 然后以及我们USB的信号USB可以连接这个我们的电脑 然后电脑上安装我们附带的光盘里面的这个软件 我们就可以在电脑上面看到我们的这个内配件的图像输出了 然后这边是一个YC的一个视频输出信号 然后我们的还有一个是DBI的一个视频输出信号 然后我们的DBI是数字信号 所以我们建议一般性用户的话 如果有条件我们一般性建议用户都是连接我们DBI的信号 因为我们DBI信号是最好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呃AC电源的一个输入 然后这边是一个接地的一个信号 一般性的话是不需要连接的 我们现在的支持ingo 如果我们的材料是不需要的 我们的找一份3片 香港说什么 3片 5片 等一下 然后呢 然后你拿床 然后转动一下角度 我们角度的话是四个方向 上下是210度 然后下是90度 然后左右是各100度 这是我们8.5的内窥镜 然后我们65的内窥镜 但是上下角度是160 130 然后下角度的内窥镜 然后下角度好像 中文字幕志愿者